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悬疑惊悚片 算计七天的死亡游戏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宅男在美女的蛊惑下参加实验 在实验中随时面临死亡的风险的故事 电影开始无业游民小成蹲在图书馆找工作 他一枚特长,二枚长相,三枚学历 因此没有人愿意雇佣他 小成看着满报纸的工作发愁 工薪低的不想去,工薪高的不要他 高不成,低不就,一大把年纪了还碌碌无为 这时美女黑长直过来和小成搭讪 黑长直拿手机里的招聘信息给小成看 他告诉小成,这份工作实心高,工作清闲 邀请小成和自己一起去 如此好的工作再加上美女邀约 小成哪有拒绝的理由 随后小成黑长直和一群求职者乘车来到郊外 他们的工作是待在实验室里不出来 实验室里空旷无人 机械人声向他们念着接下来要做的事 要做的事很简单 就待在实验室里别出去 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能出去 七天后就可以领到一大笔佣金回家 一群人对接下来的生活丝毫不担心 他们悠闲地参观着实验室 众人来到餐厅吃饭桌子上早就准备好丰盛的饭菜 墙上的数字标牌没有规律地跳动着 饭还没吃的几口 机器人就进来宣布在实验室里的规矩 十点必须上床睡觉 出现命案必须找出凶手 违抗命令者格杀勿论 愉悦的气氛瞬间被打破 大家开始猜测身边是否隐藏着杀人犯 小诚友善地出来打圆场 他说只有大家互帮互助共同抵抗敌人 肯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中的大波浪是陪酒女 短发阿姨是伪善的幼儿园老师 胡子哥是个酗酒老大叔 反正这一伙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第二天一个男人的尸体出现在大厅 这意味着大家要开始找凶手了 不然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机器人发现尸体麻利地上来收拾 他把尸体收藏在棺材里 大伙看见从地底下生上来十个棺材 棺材已经为他们备好 就等人入睡了 随后仅剩的九个人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大家陷入了恐慌 他们开始有了危机感 人为了自保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眼镜哥没有任何证据 就是看龙套哥不顺眼 他指着龙套哥说 他就是凶手 其余的人也跟着瞎起哄 他们投票决定龙套哥的命运 黑长直弃拳投票比例是4比3 龙套哥被机器人无情地带走 夜晚胡子叔来到小城的房间 他告诉小城自己来参加实验的原因 原来胡子叔的儿子因参加实验而死 他想要以身试险调查出实验的目的 胡子叔告诉小城他发现了机器人巡逻的规律 他是按顺时针方向巡逻的 只要避开机器人的巡逻路线就可以逃出去 其实这并非是一场实验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死亡游戏直播 以寻找凶手吸引观众为观 以血腥暴力为买点 黑长直是主办方的人 专门帮他们物色参加游戏的人 最后十个人里只有小城 胡子叔和黑长直逃了出来 小城和胡子叔提着佣金 走在洒满夕阳的小路上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要做人生的主角 不要做配角 因为有一种铁律则是 主角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